岂先指道杀死两个人 为何要七口棺木 不知是两个老婆三个丫头一夜功夫杀得干干净净 不留一个 这却为何理 想来想去却想不出是什么缘故 又自想到我一个人如何做得来 太师爷又不许讲与外人之道 也罢待我就附近地方去寻几个人钱来相帮 我需赔几个酒钱罢了 所以走出门要去叫人痛来相帮 且说花子能知父亲又到七母庄去了 心中甚是担忧 想到没事前夜亲对我说太师命内今夜不该绝望 终要害他性命 看他粗心大胆 将来我爹爹若被没事害死如何是好 一夜牵肠挂肚 任睡不着 直到五更三点 岁爬起身来 也不梳洗 一直走到朝房查问太师有来上朝否 管朝房的答道 太师有病 未曾上朝花子能闻言 想到 昨日好好的人 今日忽然有病 其中必有缘故碎又赶到七母庄来 天色渐明 只见十余个人扛着白棺木走来 花子能在旁点算 一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暗想到 谁家会气 一连死了七个人 这也齐了 又自想到 我需打听自己的事要紧 不要管别人闲事及时走到园门口 一见门事必得 哀声而尽 暗暗来到鸳鸯楼下 并不见有一个丫头 想到 这又齐了 这些丫头都往那里去了 正在探望 只见花年手拿一盆热水走来 花子能叫道 花年 我且问儿 闻得太师爷有病 果是真魔 花年答道 果然有波 花子能又问道 二夫人可起来否 花年想到 太师爷吩咐 我不可说与少爷知道 如今少爷又来问我 叫我怎样对答 也罢 待我骗他便了 花年岁说道 二夫人不在楼上睡 花子能道 不在楼上睡 难道与太师爷分了床睡魔 如今太师爷在那里睡 花年道 太师爷在楼上睡 花子能道 如此待我上去 问安花年想道 我且慢上去 看他如何那花子能走上楼来到床前 叫声 爹爹为何身子不爽快 花紧张一见花子能道来 心中大怒 一手挽住他的左臂问道 儿来了魔 花子能道 孩儿呆来看爹爹花紧张道 小畜生啊 儿做的好事 一连七八个巴掌 打腿花子能满面通红 叫声 爹爹 儿怎么才病的一夜就疯癫了 连我也打起来 花紧张骂道 儿这畜生 难道我打不得耳膜 我且问儿 没事儿叫他是什么 花子能达到 叫他树母花紧张道 这却又知叫为树母 怎么与他通奸 儿自己的妻子不能管顾 至与人私通 败坏门风 今日又敢乱伦间树母 又欲杀父 这样畜生留耳何用 睡觉 花年 快取刀来花子能闻了此言 即得五内崩裂 无忌脱身 指的叫声 爹爹 此话那里听来的 有谁人看见 是那个敢做肝症 花紧张道 小畜生还敢强变魔 自己不敢下手 叫没事来杀我 这还了得 今日譬如不生 儿这小畜生一般 定不饶儿 花子能叫道 爹爹 这个是不得 我是单传独子 要四花家乡火 而不可以时 没了主意 花紧张道 我不要儿这畜生 传香火 接后四罢了 叫声 花年 快快将刀取来 连叫树生 不见花年上来 遂自己一手 将花子能左臂 捏得紧紧不放 将生跨下床 就在地下时起见来恨骂道 小畜生 今日容而不得了 一见望花子能变坎 花子能大叫一声 不好了 将声望后一闪 飞起一脚 将花紧张 手中的剑梯落地下 又尽力一蹲 挣脱了手 将花紧张 推倒在的 自己急急走下楼来 却好遇着花年 问道 敢是太师爷 杀了二夫人魔 花年 直到他已先晓得了 遂应道 不知何故 杀了二夫人还不足意 又将四个丫头 二个老婆 一起尽杀了花子 能听了此言 叫声 不好了 回身便走 如飞的去了 那花年想到 太师爷 莫非遇着邪神魔 不然为何杀了七人 还不足意 连自己亲身 独子也要杀起来 忽转想到 不好了 我需要小心 不然也是一件 那时我却无处去深渊 不知后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避险记忆抢警 凡汤龙意外 秦花红话说 花年亦怕太师爷 连他也杀了 遂小心在亦将 一盆热水拿上楼来 服侍太师爷 洗了血机 又将地下血机 扫得干干净净 又去备一碗 人参汤与花紧张吃 然后上床去安睡 却好花紧龙 花紧凤同个文武官员 聚来问安 花紧凤问道 哥哥为何包起头来 花紧张见问 难将真情说出 只得扯谎说道 偶因酒醉跌倒一跤 将头皮跌破流血 故此包头花紧凤道 为何不见二嫂凤事 连丫头们都走往那里去了 怎么一个也不见 花紧张答道 我晓得诸位大人之 我有病必要来看我 故此叫他们回避了正说之间 肾上差太医前来看病 花紧张不敢与他看 只说 头皮跌破自有外科医治 有劳先生了这些官员问候 一回各自告辞回去 且说花紧能跑离了 七亩庄心中才定 一边走一边想道 没事啊没事 尔为何如此无主意 我叫尔不要兴急慢慢记忆 为何不听我话 到今日萤火自烧其身 可惜尔花荣月貌 少年青春 如今没处与尔作乐了 只是我爹爹正在气恼之际 我且避开 走去别处躲闪一年半载 再做道理 遂回府中取了三百两银子 打了一个包袱 急急离了府门 也不想要到那里去 只是信足而行 有路便走 这且慢题 且说花府家人 见走了少爷 遂报与太师爷之道 花紧张文报叹口气道 家门不幸 出此处生 他走得离世奇造化 不然一命一将送他归因 也罢且说如舌山 这些英雄一同肝胆 情胜骨肉 因尸必险要报复仇 所以招兵买马 鸡草顿粮 要杀上京城销宁 除奸以服国家江山设计 这日呼见探子来报道 燕门关总兵斗 警反领兵前来征讨 请令定夺 同校真问道 离山上有多少路 探子答道 上有二百里之遥同校 真碎赏探子迎十两 再去打听 探子叩谢而去 师必险说道 他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怕他什么斗井凡 李荣春道 这只人马恐怕难杀 李众人祈祷 自古说得好 兵来江挡 水来土掩 有什么难杀 李荣春道 师兄难道尔忘记了魔 我去年写书与尔 叫尔到燕门关 窦井凡辉下立功 以图近身 方好报仇 尔不到边关去 却到此山上来 做什么就忘了 师必险问道 就是他魔 李荣春道 正是他 金凤指提兵道此 我等切不可与他相杀 师必险道 不与他相杀 他岂不被他看得 我们多是不忠用的了 李荣春道 他忠良臣子 与我爹爹十分相好 若与他相杀 一则恐不能胜他 二则伤了先人交疑 只用善言分诉 以礼相加 各将我们冤枉情 由依依宿明 叫他转达圣上 自有招安社书 方布施朝廷臣子众人道 既然如此 就凡李兄先写寒书与他 看他如何田大修道 目下花紧张地 兄官高位重 我田大修尚且碰他 不过 何况一个总兵官 如何替得我们辨明此事来 李荣春道 我先将冤情对他告诉 看他做得来意做不来 再做道理不说 翻舌山众人议论 且说斗井凡带了大队人马来到山下 扎下银寨 写了战书 差人送上山去 同校真看了战书道 记这老头而不讲情理 待我杀下山去杀得他骗甲不回 叫他晓得我们的利害 李荣春祖祝道 不可如此 待我写书送去 看他怎样回我 遂写书一封交与来人带去 差人回迎 江书城上 斗井凡 江书拆开观看一遍 笑道 原来是花紧张 这老好贼陷害他们 我起初并不晓得他们有此委屈 今日既知此事 想花贼虽有威权 我却是不怕他的 只是我乃凤指前来脚补 不便按兵不动 如今一面与他交兵 以眼三君耳目 一面上表奏文变了 遂修书一封回报李荣春 又写一道表彰 插官进京奏文皇上 且说李荣春见了回书 遂与众人记忆下山与斗井凡 假意相杀 以眼三君耳目 且说插官一路奸臣赶到京城 在五门外后架 要等皇上登殿便好奏文 谁知被花锦奉剑了 想到婆舌山胜败尚未有报 怎么鬼头鬼脑来上奏章 我想斗井凡这老头而不是好主顾 倒要盘问他才放心 随叫插官上前来问道 耳上表彰所奏何事 插官答道 下官不知花锦奉随即吩咐家人 将他表彰取来 我看家人即将插官表彰抢来城上 那花锦奉将此表彰拆开一看 心中大怒 走来与花锦龙记忆 花锦龙对花锦奉道 可吩咐家人将插官先行拿下捆绑了 然后奏文圣上 说斗井凡司通贼党 按兵不动 指这八个字斗井凡就当不起了花锦奉文言 说道 不错 就是如此及时分负家人 将插官带回府去 结果他的性命只听得锦阳中响 皇上登殿 花锦奉出颁奏道 今有斗井凡司通贼党 按兵不动 起我皇拿下问罪 以正国法皇上文奏及时传旨 这该不插官前去将斗井凡拿来 三法司刊问副旨两班文武退朝 行不及刻插官几旨而去 不及一日 插官已到斗井凡营寨 斗井凡文之圣旨到来 盲牌香暗出银迎接圣旨 接近大营 轻插当中说道 甚至已到 贵听宣读 赵曰 资句中极殿大学士花锦龙奏称 斗井凡司通叛逆 按兵不动 者即扭解来经 交三法司刊问 直到之日即刻拿解 轻哉谢恩 斗井凡三呼万岁 两旁校尉上前将斗井凡一官 拨去上了刑具 斗井凡长叹一声道 苍天啊苍天 那只朝廷听信花贼 将成忠言当作恶言 轻插吩咐 将斗井凡打入囚车 吩咐参将代理营士 等新官到来 再行针脚随即起身望京而去 且说翻舌山探子打听此事 连忙上山报与众位大王知道 众人听得此报各怀不忽 聚各大怒 叫道 可恼啊可恼 奸贼如此弄拳 又将一个忠臣拿去了 田大修道 如何 我说斗井凡那里碰得花紧张过 如今将他拿解尽金 一定凶多吉少 如何是好 同大王恨道 一步做二步休 索性将他抢上山来 才见我们的厉害 师必显大叫道 若不抢来非为好汉张顺义道 先抢了斗井凡上山 随后杀上京城 拿住花家奸贼 与他算账汤龙说道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理缘仔说道 事不宜迟 快些赶紧前去 李荣春此时要尽忠心 也不能容他主意 乃说道 速速就行 不可耽搁了准有成 松呆呆作者 众人见他是个文莫中人 武士全然不知 所以师必显送他一个混号 叫做石木童 此时弟兄五人多是 轻衣小茂以利未胜 指教楼罗远远照应 遂亦骑上马下山 一路追赶 赶了一百余里 看看已赶上了 各举兵器上前乱砍 这些压界官兵 如何是他们对手 不消一回聚已杀散 遂将球车打开 师必显跳下马来 将马与斗井繁骑 因他自己身成两只 飞毛腿 比马走还快些 遂一同回山而来 走不多路 只见前面有十几个猎户 围着一个孽处 在那里呼呼呵呵 乱嚷乱打 那汤龙病理 原载二人看见 赶上前来一看 只见一个怪物 羊头狗尾原生 遍体毫毛皆有花纹 两眼犹如铜铃一般 这些猎户虽然拿刀拿枪 却拿他不住 此怪物不但不怕 反有伤人的模样 汤龙呵身 畜身 到底是什么东西 李原载道 我们将这畜身拿来 剥皮二人 急跳下马来 双双举起兵器 骑走上前 将那怪物一插刺去 那怪物大吼一身 望汤龙变照 汤龙将身闪过 又是一叉望怪物 胸前戳去 那怪物乱跳乱照 只是要扑来抓人 李原载看得轻切 举起一棍 打在怪物脚腿 那怪物大吼一身 回身往东南方跑去 回身往东南方跑去 汤龙李原载 并食于各猎户 一起赶去 汤龙走得快 却先赶上前 只见那怪物 往一间破坊 走了进去 汤龙一意赶到 一叉刺在怪物腿上 那怪物大吼一身 就地一滚疏然不见 只见一人睡在地下 大叫一声 痛杀我也急坐起身来 大骂道 是那个狗王八瞎了眼睛的 敢来戳我花哨眼魔 汤龙问道 而这小贼种就是花子能魔 而说花子能为何在此打睡 因从京中逃走出来 一路行来 到了此地忽然身体困倦 故在此破坊内打睡 因他原形出现 被众猎户围住想要拿他 却好遇着汤龙将他刺了一叉 忽然醒来 骂道 而这狗王八 放儿娘的狗臭屁 我花哨眼的大号耳也敢叫起来 汤龙一骂道 花子能我的耳 而今日也在此了一手蓝腰抓起 却好李原载也感到了 见识花子能心中大喜 说到绝歇拿回上山去花子能被擒 乱叫 地方就命哀那些猎户 见二人如此凶猛不知何故 不敢上前来问 只好呆呆地看 汤龙碎将花子能横斜在斜下 叫一身就是一拳 打腿花子能不敢作声 二人来见众人 说明此事 众人大喜 一起回到山上将花子能交与 喽啰捆绑了 众人各到厅上 见了李坐下请安 各对斗井凡问说受惊了 互说几句言语 及时吩咐备酒 汤龙将拿花子能缘故说 雨田 李二人知道 田大修 李荣春二人大喜 吩咐将花红桂门而尽 两边喽啰答应一声 将花红拖着从左门拖进 又从右门拖出 又从正门拖进 来到镇厅将花红高高举起 抱身 花红到当面又将花红踩下柜的 花红被这一踩晕倒在地 头鼻都磕破了 血流满面 童大王问道 花红 而可晓得这里是什么所在 花子能阴倒 不过是个强盗贼债就罢了 有甚大不了的事 童笑真道 放儿娘的狗臭屁吩咐左右 掌嘴左右 答应一声 将花红打了二十下嘴巴 打得花红头晕眼花 尸必险走下来叫声 花红 抬起头来 认认看我是谁 花子能抬头一看 叫道 尔是尸必显磨 不该冒犯我花哨也 尸必显道 尔这贼乌龟 什么花哨也 待我奉承尔这花哨也 举起脚尖乱踢 踢得花子能满地乱滚 只见尸必侠走出来 叫声 哥哥 且慢踢死他 待我问他乃叫道 花子能 我且问尔 我母子流落在扬州 只为母死无关果一轻 故此卖身葬母 尔因何骗我到尔家中强迫未 且 李大爷有甚的罪尔 尔何故要用火烧死他 那时若没有红花解香 就岂不被尔烧死 花子能闻眼想到 原来果是红花放李荣春走的 尸必侠又骂道 花子能 尔全不想附书高官大陆 尔全不想彭琴友谊 尔全不想天理良心四个字 尔全不想国法如炉 作威作福 为何今日一句话也没有 花子能没奈何 哀求苦告道 尸小姐啊尸小姐 望尔诸是看我同胞小妹 一笔勾销 不必提起罢尸必侠 听她说同胞小妹 不觉眼红流泪 正要再骂 只见丫头出来道 尸小姐 太太请尔进去 尸必瑕碎同丫头入内 那李荣春大笑 叫声 花子能 尔抬起头来看看 看认得我是何人 花子能抬头一看 不觉心惊胆战 哀哀气球道 如今从前之事不必说起 看在朋友面上 饶了我爸李荣春道 尔今日也知朋友之情魔 为何去年六月初三夜 全没有一些朋友之情 我与尔有甚大冤大仇 害得我如此光景 如今曹天雄那里去了 小吕不何在 可笑尔在为人在世 妻子与他通奸全然不知 亏尔修也不修 花子能此时恨地下 无逢可钻进去 那田大修教道 花子能 而这乌龟太没了良心 已是复事 无恶不畏 而妻子与人苟和 我田大修代天寻授 岂可知而不久 阴间谋命 岂容亲属 按律里当正法 尔就公然献我为道党 如今尔看这眼前的人 那一个不是强盗 老师对尔说 如今要新兵杀上京城 尔何不去出手 今日因何无一句话 犹如乌龟一般浮在地下 来来来 我推尔为尊做各强盗王好魔 花子能此时那里敢吐口气 只是定定认他们去骂 只见走出二个丫头来道 李太太吩咐 请花少爷内堂相见 花子能见说 李夫人请相见 按想到 其先是不必要想活了 如今李夫人请相见 料想有些好消息 一条性命颇略 有些健忘活了 两边笼笼将花子能压往后迎 来到内堂 报声 花子能压到纸一脚 将花子能踩在地下 花子能叫声 哎哟 跌死我也 李夫人立起声来叫 道 花少爷受苦了 花子能叫道 李夫人 救命啊 李夫人道 我一问花少爷 尔家是住在扬州魔 尔父在京卫乡 两处为何不住 来到此山 不知花子能如何对答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荣春就驾 尽先丹 紧张全家行政法 话说花子能被李夫人问了此言 遂应道 我应经中出来要回家去 只应中途单个 被一个黑面将军将我拿到此山 被众人羞辱了一场李夫人道 啊 花少爷 尔的威名赫赫 气概昂昂 除了君父之外 就是尔了 为何被他们拿来 花子能因道 我是孤单一人 那黑面的力大无穷 被他拿了救走 犹如鼠被猫托一般李夫人道 而有曹天雄在家教习全棒 为何如此无用 花子能道 曹天雄乃酒肉之徒 是无路用的李夫人道 如今此人何在 花子能道 被狮必嫌打死了李夫人道 为何狮必嫌敢打死他 花红听了此言 难将前情说出 只是低了头说道 我知罪孽应该孽报 不必戏说 千差万差总是我差 夫人 而是宽宏大量 莫记我前千 忘记开恩放我回去 我烧香宝 而活一千岁 李夫人道 不敢当 不敢当 而既知我是好人 就不该将我孩儿 用火药烧死了 想那日不过 为这师必辖些小之事 大家耐得起来 何苦将人献得这般光景 幸亏我儿命不该绝 幸得红花香就才得回家 虽是过世相生没有势头 算来还是朝廷换家后一门楼 并非怕尔花家之事 亦只为一土之人留个情面 闭门不管闲事 尔还不肯歇 叫曹通强来出头 好一个曹通 拜人民节 尔花哨也不作乌龟 如今我们在此众人 那一个不是被耳陷害的 恨不得将耳骨头抹粉 将耳肉来煎油 花红想到 不好了 看此光景又是活不成了 那卢夫人叫生 花子能 而这狗男女 自尊自大把我孤双寡妇 看得犹如鱼虾一般 几次无事要来寻非 我是忍气吞声 因无丈夫之人 故此忍受耳的恶气 礼府遭耳废坏 我卢府因耳离故乡 险些母女不能相见 都是耳这个乌龟做的罪孽 少不得抽耳的精 包耳的皮 那汤圣姑道 卢夫人 耳也骂得口酸了 我与耳本无怨仇 只在墓前也要教训耳几句隧道 耳是乱臣贼子 人人的耳珠之碎 骂声道 花红 耳为何做人如狼似虎 无人不恨 而这恶花红 靠了富士混乱害人 只恐今日要将耳活活 包了皮花 只能被众人骂了许多 应是自己不适 随他们去骂 经被汤圣姑一骂 心中不愿 想道 耳这贱人 田螺同着水鸡草 遂大声喝道 耳这贼婆 我与耳有何仇怨 也来骂我花少爷 汤圣姑赶上前两个巴掌 将花子能打得满面晕红道 耳这贼乌龟 我汤姑娘骂不得耳膜 我就打耳一有何妨 吩咐喽啰喽 将他拖出去 与众大王发落 李夫人道 可吩咐众大王且慢要其性命 暂且收尽 我自有处置 喽啰领命 将花子能拖了出去 却好遇着三元 来贵二人 耳一拳我一脚 打得花子能滋滋的脚 来到大厅 喽啰将李夫人的话 禀明一遍 众人据说 尊李夫人之命 吩咐先打吴石板 然后收尽 又吩咐喽啰到吴锡县 迎娶斗爷家眷来 且说轻插官一路赶回 京城报 与花太师之道 花紧张即来奏文 圣上即插官 一面去拿斗锦帆进京 一面叉正殿大将军秦泰去针脚婆蛇山贼党 秦泰奉旨来到山东 纳文参将见新主帅到了 及同众将出迎迎接进迎 秦泰问道 尔门可曾与贼寇见正否 众将答道 自斗爷被秦之后 尚未见过一阵秦泰道 我今已到 就此出兵遂带了众将来到山下 吩咐众将攻上山去 谁知山上滚木炮石飞打下来 不能上山 只是叫骂而已 且说同校真文报 秦泰领兵前来攻打山寨 就要下山厮杀 李荣春道 不必去杀 只需如此如此 管教他片甲不回众人其道 果然好妙计遂各个一计而行 汤龙走进内听对妹子说明 要如此如此 汤圣姑道 这有何难 遂取首剑来到山前 见一个将官在中江之前 要舞扬威 叫骂不绝 汤圣姑大喝一声 好贼看见那情态正在叫骂 不其面上呼中一剑 叫声矮揪 正回转身要走 呼井上又中一剑 遂没命地跑回营去 众将一随在后面 奔走回营与秦泰拔出了剑 用刀枪要贴了 吩咐备酒 一则接风 二则压惊 秦泰因受了剑伤痛疼难当 多吃几杯酒自去安睡 众将吃得大醉 各去安寝 睡到三更 呼听的半空中一声泡响 四面八方喊杀连天 秦泰在睡梦中惊觉起来 只见四面八方多是贼寇之兵 人不吉甲 马不吉安 慌忙跳上马望后迎逃走 却好遇着汤龙 一叉挑下马来 众龙啰将绳索将他捆绑了 先压上山去 这些众将被众好汉杀的七零八落 死的死 逃的逃 不存一个 众人打得胜骨回山 排九庆功 将秦泰也尽在后营 那逃的性命的走回 京城禀报与花景章之道 花景章文报吃了一斤 碎步奏文圣上 插人去请花景龙 花景奉并立部尚书经太渊 侍郎秋军碧 司马沈德 五军都督王朝洞 大理四周上达 五音学士使光祖一同来到私底 花景章说道 我要请圣上到七母庄赏桂花 就终取世 望其诸位相邦 侍臣之日同享富贵 不知诸公意下如何 这些官员乃是花景章一党 有何不允 遂其声答道 我等自然辅助太师臣是花景章大喜 次日奏请圣上驾信七母庄赏桂花 皇上闻奏 遂传指道 倾先回去 寡人遂及就来花景章谢恩辞出 来到七母庄预备庭当 不依悔而圣驾已到 花景章带同众文武皆假 接近圆内 皇上见这些景致果然非凡 开言说道 寡人遇元时不及轻此元 十分之一岁上了卧春阁 将四面纱窗开了 还不曾坐得下去 只听得一声炮响 花景章一手扭住皇上的胸膛 一手向身边抽出利剑 下得皇上免如土色 叫道 倾家何故如此 花景章道 今日不是赏花之日 乃是让未知其皇上说道 倾出此言差矣 寡人并不曾亏耳 耳为何吐起此心 岂不被人笑骂 花景章答道 耳好吃也 岂不闻天下者 乃天下人之天下 非耳一人之天下 你也坐得胃 我也坐得胃 今日而若不让胃与我 我就是一件江耳灰 做两段花景凤 花景龙等其声说道 不必多言 快些让胃的好 我们已先打烊 拜迎新军登基了皇上 文言说道 原来耳门一般多是贼党 花景章道 耳记不肯 请吃我一件江剑举起 就要砍下 忽然手背中了一件 那剑已丢在一边 叫声矮揪 忽然头额又中一剑 大叫一声望后便道 皇上连忙顿 脱身子就走 众人吃了一惊 不知这剑从何而来 见皇上要走 即赶上前拦住道 要走那里去 一把将皇上扯住不放 呼听的园门外喊杀连天 又见半空中坠下一人而来 手拿双茧 外面又杀尽六人进来 将随嫁的御林军杀得四分五落 为首一人走上前大叫一声 万岁也不必惊慌 臣李荣春在此就驾 众人见这些人杀了尽来 甚是凶恶 众人料事不济 遂各四散奔走 李荣春将皇上驼了就走 走出园门一直望五门而去 那拿双瞳的耳说是谁 却原来就是陶天豹 他奉施命而来 将剑射到花锦章 救了皇上大难 此时同孝真等于将这些好贼各个拿住 那些随嫁的太监走的连影也没半个了 却说陶天豹带领众人来到五门 众朝成文之此事都来接驾 这些人多是心则未亡 败则未寇 此时见势头不好 大家都来护驾到 万岁也受惊了 臣等不知钱来救驾 罪该万死只见内宫走出许多宫儿彩女 以及川宫太监将皇上接进宫去 这些文官五将围住 李荣春问道 足下何人 李荣春答道 我乃李荣春便是众人文言又问道 敢是李谦的令郎模 李荣春应道 正是众人祈祷 果然好个忠良后裔 不知奸贼可曾拿下否 李荣春道 上有地凶痛来救驾 量必拿住正说之间 只见师必险等五人同淘天报 一起将众奸贼拿到 李不王春将众人接进府中 及时吩咐将众奸贼上了刑具 押入天牢 又吩咐被酒款待众人 向众人依依问明明信 岁又问道 众位好汉既在盘蛇山 为何能知圣上有此大难前来救驾 陶天报答道 因我师父有个锦囊与李荣春 叫他至七月初一日开看 是以得知圣上有难 即带同众人特来救驾 方才是我先放二支箭射中花贼 才能救的圣驾 经有先丹一利 可敬上与万岁爷吃下 自然神安心定 方宝无事 说完将丹送交与王春 王春来到五门 却好遇着川公太监 王春叫道 老公公 万岁爷可平安否 川公太监答道 万岁爷受了大惊 此时心神不宁 太医院下药全不见 笑王春道 既如此 经有淘天报 尽上一利先丹 说吃下即时就月 凡公公带尽尘与圣上吃下 即时就月 川公太监将丹接近 王春也就回府 陪伴众人饮酒 只见李荣春满面忧愁 那师必显见了问道 李恩帝何故满面愁容 李荣春答道 我想我们一来罪恶滔天 二来又是无官职之人 难以见价 故此纳闷师必显闻 岩江桌一拍 大叫一声道 真正道运 这样快活酒应该开怀畅饮 怎么这等愁闷 是什么意思 李荣春骂道 莽夫啊莽夫 而晓得什么 师必显教道 而道叫我是莽夫 而有甚话快快讲来 李荣春乃道 花紧张罪恶弥天 九族全除是不呆言的 只是赛金小姐为人却好 可怜中毒身亡 虽是父兄作恶 看他女儿面上 可以周全他一线深路 师必显说道 如此说来 我倒不是莽夫 而倒是一个呆子 花紧张犯了朝廷的 法自然公事公办 而虽然敢花塞 精之德 如何能周全叛逆的后裔 前日我要踢死花红 我妹子说且慢 故他造化了这狗男女 多活的这几日 王春问道 那花红几时被耳门拿住 如今何在 同孝珍就将结旧斗锦帆 并拿住花红的缘故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王春道 这个变乱五轮的人万寡千刀上 不足以偿其罪 李荣春问道 什么变乱五轮 道要请教 王春遂将鸳鸯楼上 事情说了一遍 那花紧张要瞒外人 到底人口如风 如何瞒得过 众人听闻此言 不觉各个大笑起来道 这是花家父子作恶多端 故有如此报应众人正说的高兴 忽闻报道 甚至下众人连忙各整衣官 出来接旨 川宫太监将圣旨开读道 圣旨下 贵听宣读 赵曰 寡人受精 医药无功 多亏 陶天报 先丹调月 其李荣春等各有大功 应受刺绝 经在王春那边 急着望春款贷 一日舞跟着望春引荐 众人谢恩已毙 送了天使回宫 众人大喜 到次日舞跟 王春带领众人在五门外后止 自己先行进朝起奏道 陈昨日领旨 带桃天报 李方等已在五门外后止 请万岁爷传指宣李方等 进朝见驾皇上文奏 及时传指宣照 李荣春等文宣 来到京街府府 三呼万岁 皇上说道 寡人昨日若无清等忠心前来救驾 险些被花贼所害 此皆清等诛人大功 只是清等前犯之罪 正时未知详细 可依依奏来 李荣春岁将自己并众人 所犯根源调奏 皇上文言说道 据清所奏 花红针乃恶首罪魁 他今即被清等所情 者即拿解禁经 父子殊职一同正法 但是清等聚在山岗 因何能知寡人有难前来救驾 李荣春将万花老族 遇刺锦囊之事奏鸣一遍 皇上文奏传指道 清等皆被花贼所害 寡人不知 勿听奸言 错害清等 京风李荣春 为太平王李荣春又奏道 沉醉如山 为有大功如何感受侯爵 皇上道 清是被奸贼算计陷害 不足为罪 今日有此大功 李当授爵 清勿故此李荣春指的谢恩 立在一旁换了太平王官带 皇上又传指 风陶天豹为雁平侯之职陶天豹也谢恩 换了雁平侯官带立在一旁 皇上又传指 风诗必显等皆为总兵官之职诗必显等各个谢恩 礼必 诗必显 传福起奏道 陈傅诗庭洞死在花锦张之首 伏望天恩开典皇上文奏降指道 亲父无故受屈丧身 秦始可明 后阵追风变了师必显谢恩 李荣春又跪下奏道 陈奏 总兵斗景凡凤指领兵来征臣等 陈将冤情肃明 已故斗景凡败表上奏 无非请指昭安 谁知被花锦龙帽奏斗景凡司通贼党 按兵不动 蒙恩扭节来经 被臣等劫上山去 可怜他一片忠心不能出头 浮为万岁设他冤情 皇上文奏道 斗景凡有表来奏寡人实在不知 量是亦被花贼弄弊 急着三法司将花锦张父子兄弟 并与党堪明正法 九族全除 斗景凡 田大修据遭陷害 这及起附原职 加身三级 陶天报也跪下奏道 臣起陛下 田大修那日审明花情事一案 将情事并曹通正法 修有本章奏明 为之此表层成欲览否 皇上文奏道 正义未曾见及 田大修本表必定义是 被花贼弄法 亦须堪问明白 即将欲指一道 这满朝文武陪众功臣 欲宴三日众人 亦其谢恩 皇上驾退回宫 两班文武退朝 聚到礼部衙门 陪宴 王春及时插官吊土木将 新宫起造王侯府帝 一面插官姬召去拿花红 桐花景文 秦泰等来经 三法司奉旨 登时堪问 花景章等一概招任 三法司堪明父旨 皇上文奏传旨 立命将众贼一概处斩 花家眷属者本处官员 进行拿下 拒接处斩 三法司奉旨 即将众人压到法场 一概斩契 随即复旨 不知以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雁平侯会 走完婚太平王荣归 团圆话说 三法司斩了花景章 等一般兼党 随即回朝复旨 却好斗景凡 田大修一道朝见圣上 皇上传旨 各还就职 加身三级田大修 斗景凡二人谢恩 退朝来见李荣春等 众人正在饮酒 遂请他二人痛来入席饮酒 李荣春说道 我等今日各时皇上高官后路 只是有官无期 却要预备才好 诗必显道 这有何难 现有卢塞花 汤圣姑 并我的妹子 大家一定就可以 澄清了 李荣春答道 好虽是好 只是无一个人 做主 陶天报道 我下山时 师父与我一本 因缘簿 叫我四亿青知识开看 师必显说道 既有因缘簿 快取出来 大家观看 陶天报 岁江因缘簿取出 众人上前一看 上写着 同校真配汤圣姑 师必显配花赛金 师必显道 乱来乱来 花赛金已死多时了 还有什么花赛金 难道叫我与鬼 做亲不成 陶天报道 莫芒 下边还有柱角 可看大家再看柱角 写道 花赛金虽然身亡 但他扬寿位中 奉因主之命令 其戒师还扬 今在山东东昌府 辽城献信花岛 已故邓一之女 邓天香 邓天香亦已生故 现在邓天香 即属花赛金 戒师还魂的众人看名 拍掌大笑道 天道公平 花赛金惨死 今日又的戒师还阳 真乃好人 自有好报 陶天报道 再看张顺配史莲姑 为妻张顺笑道 那个史莲姑 陶天报道 下边亦有著名 大家在江柱角戏看 只见上面写道 始终拐迷红花玉图苟且 被其女史莲姑 将要人至其父成呆 财宝的红花完毕 这陶天报用审人单一制红花 配与李源宰臣其夫妇 其始终杖要迷人 终臣呆汉 无容救治 施必侠应配臣松位妻 卢塞花该与陶天报配成夫妇 李荣春月明说道 此乃因缘前定 大家遵依先师之命 无庸推却同孝真道 只是花塞经在这邓府 大家并无义人认的 那一个可去做兵人 王春道 他乃我的表妹 表妹府亡过多年 如今待我去做法 便了李荣春道 既如此 赶凡大人区域一行 王春道 我是半嫁之臣 难以远离 况且我年纪老了 不免告老海香 前去以为撮合 变了师必显道 大人贵处在那里 王春道 亦在东昌府众人道 如此一发妙了 我们大家多要回去 明日一同奏过 圣上海香变了 到次日五根三点一同上朝 先谢圣恩 然后各将要 海香祭祖完婚奏上 奉旨准奏 清洗祭祖完婚 又赐许多亿宝其真 众人谢恩退朝 则日回家 闻五百官聚来送行 李荣春一概辞谢 大家起沉而去 这日已到翻舌山 陈松下山迎接 进入山寨 李荣春就将杂妇一道 调遣本处训辩 一元在翻舌山扎住 帐下楼落筒归收管 且说王春别了众人 先到东昌邓府 见了邓夫人 说明这件缘故 邓夫人文言说道 管什么花塞经界失海洋 这我倒不晓得 我只知是我女儿邓天香就是 既然因缘注定 要表兄做主 不必受查 进来入坠完婚 也是我有伴子之考 王春道 这个使得岁别 邓夫人又来到翻舌山 将此情由对众人说明 大家岁江师必显送到邓府就亲 邓夫人应见女婿面貌深的宁怪 甚是怕人 心中不悦 面见温色 众人劝慰道 这是因缘注定 非人所能勉强 也邓夫人没奈何 旨得选定即日良辰 与小姐澄清 此乃五百年前注定 所以邓小姐全无怨恨 请师必辖进来 将前情细细说明 师必辖才知详细 遂说 此乃贤妹平素为人好处 才得借师海洋 如今红花也有下落了 邓天香文言问道 如今红花在那里 师必辖遂将因缘 布上注明缘故戏说一遍 邓天香道 怎么能使我见她一面才好 师必辖道 这有何难 少不得我与哥哥要往扬州收回母亲的棺木 贤妹同我前去 自然地与红花相见 邓天香道 只是母亲无人相伴 不肯放我海香呢 师必显道 这就齐了 驾鸡随鸡飞 不搏她不放耳同我回去 师必辖道 哥哥 耳动不动就说蛮话 而岳母年老吴子自然要靠女婿 莫如同道山西早晚相随 岂步两遍 师必显道 而这句话道说的有礼便来与邓夫人寄议 邓夫人没耐止的依允 收拾物件与众人一同启程 望扬州而来 且说扬州这些百姓三三两两说道 如今李大爷做了王爷 这都是他平身做人好 今日才有好报 花家作恶多端 今日各个吃刀 那教夫因三道 我借花心两千钱 还他五千四百文利钱 还要行凶罢道 害我卖了女儿还他本钱 再步道他 今日也是一刀两断内中 有个财主叫做桃红道 而这还是小事 不要说他罢了 我才是不怨他理 去年三月初间 我的小妾被花子能抢去 到五月半间说不忠他 亦不要他了 赶了出来 我值得收回家去 谁知道今年正月生下一个花贼种 若是别人定然不要 我是无子之人 见了小孩子心就欢喜 指的犬且养着 因三道 这是他带耳之劳替耳生子 还有肾不好磨 桃红道 别的事情可以带的 这件事岂是带得来的 这是他的贼种 并非我自己亲生的 要他何用 只是我无子之人 全且养着 就是不说众人 只骂花家 且说李荣春奉旨荣归 船旨移到码头 满城文武官员聚来迎接 李荣春吩咐各官回雅里市 丹流思域官李国华相见 李元宰先来拜见父亲 略成别后之事 李国华喜出望外 又与李荣春等相见 说道 自从大爷封王之后 地方官早已将大爷府地改造王府 这些分散家人 使女若大若小 各个各回府中 来了李荣春道 有劳先生费心李国华道 岂敢 理所当然只见这些家人 使女都来迎接 李荣春等并家眷聚 各上了轿 骑了马 来到王府 三声炮响 升皇骑走 众人来到银安殿 望却谢恩 李必然后一同坐下 外面只有陈松是个白丁 内面唯有师 必辖位做夫人 到后来自然有受风赠 且说李元宰辞别 众人同父回家 拜见母亲李奶奶 一家欣喜事不必言了 卢夫人也回自己家中而去 这些家人们依旧进来服事 窦爷夫妇辞别众人还乡 大家备酒送行 田爷夫妇也要还乡 众人亦各备酒见别 这一日王春说道 各位未经完婚者不如就在王爷府上玩了花烛 然后还乡如何 李王爷道如此甚好 那卢夫人要坠 陶天报到家 陶天报并不推辞 遂选定即日就要完婚 忽见门上人进来禀道 王瑞其领了王翠儿 特来求见李荣春文报说道 我正要访问王翠儿下落 如今他却自来 这也难得 陶天报道 如今是李家的弟父了 李当迎接众人聚出来迎接 接近内厅 只见王翠儿呆呆立着 那王瑞其满身只是发抖 李荣春问道 另爱为何如此 王瑞其道 我那日在省府中做了七八日衣服 只见对面有个痴呆之女 好似我的女儿一样 我就去问他家之人 谁知他家并无男人 只有母女二人 一个呆汉 我就下他拐我的女儿 他母女道 不是他拐的 是门口时进来的 既是儿的女儿 而带了回去 罢我只得带了回来 千一万一再一不好 小人实在穷苦 养他不起 如今求千岁也赏小人几两银子 犹如做见好事一般 桃天报笑道 我师父之言果然不差 岁取出审人丹一粒 命取清水一杯 将此丹调化 命他吃下随即就月 红花吃下此丹 果然依旧好了 岁寇见了众人 李荣春吩咐入入内去见夫人 李夫人坚道 翠姐 尔可认得我磨 红花定睛一看 叫声 哎呦 夫人 我如何不认得 李夫人说道 尔在江这里的人都认来 我看红花碎竹一细认 便依依指教道 这位乃是大娘 这位乃是师小姐 上有三位 我却不认得她 李夫人道 这位乃汤姑娘 这位乃帮大娘 这位旧式尔家花塞金小姐 红花文言 再仔细一看 把头乱摇道 为何全然不像 李夫人 遂江前世详说一遍 红花文言 即走上前来 要叩见小姐 邓天香一把托住 二人说不尽 前言后语 那李荣春将 因缘部的缘故 说与王瑞奇晓得 王瑞奇道 待我到史家去说清张顺道 且慢 我不要拐字的女儿 做老婆逃天报 笑道 因缘部上已经注定 难以推辞张顺 没奈何 指的依允 王瑞奇随即走来 与始终妻子说明此事 始终妻子文言满心欢喜 轻送女儿上门就轻 众人举眼一看 见莲孤生的花容玉帽 各个称赞道 果然深的美貌 岁差人去请李国华 来说明缘故 将红花配与令郎为妻 李国华见说 是因缘不上注定 自然依允 则定即日 李夫人被半嫁状 送红花到李府去成亲 这里陈松与诗碧霞成亲 同孝珍与汤姑娘成亲 张顺与史莲姑成亲 李府分了三个洞房 陶天报到卢府就亲 卢小姐说起一诗 丹青小徒一试 陶天报将识图之事说明 取出真容栓起 卢小姐顺世欢喜 夫妇和顺世不必说 过了满月 诗碧显要服输还香 陈松道 我左右无事 与尔一同到山西去住 沈的尔兄妹难分难舍 师必显道 如此甚好同孝珍 张顺 汤笼王春等各药还香 李荣春吩咐被酒送行 张顺带了始终夫妇回乡 因他无依无靠 指得随女儿而去 李荣春送别众人回到府中 李夫人道 李顺 三元来贵他三人 需要替他捐纳一官 以报他平日中一之心 李荣春道 这个荣义李夫人又道 我们多亏万花老祖师恩 才能在枕门风 须当与陶天报 同去拜谢他才是 李荣春道 呆孩儿与陶兄弟记忆 同去拜谢大恩 李荣春吩咐排宴 拜谢天地祖宗一家团圆 后来诸人聚各往来 互相联姻 世事不决 正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劝人做善莫作恶 行眼相关天报图 a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天报图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unprinted and given away 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license section e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e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 ba e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d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ee see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ee below ee see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of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e.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e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EEEE through EEECII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EEEE8 or EEECIO EEECAN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EEEE through EEECAN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EEEC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EEC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EC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license EEEC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EE EEE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EEE or EEE JOU EEE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C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EF 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works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e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sand below EFE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ao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E.F. Er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E.F. Se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chong Biao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Schong Biao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 and paragraph EF Se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F 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EFC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FC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UAS 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 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EF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EF Liu indemnity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work and see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r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 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a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unt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 c 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 as a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 622 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laws and your status laws the foundation 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04 116 801 596 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 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40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商標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